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组织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听取2022年上半年全省公安工作情况 持续巩固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监督建议 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新时代连结文化建设的若干措施 关于支持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 第七届全球集商大会总体方案 决定追授宋宣廷 七红军 尹继春三名同志 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会议指出 全省上下要把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东北振兴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 劳气嘱托坚定信心 砥砺奋进 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期望 转化为推动吉林振兴的政治定力 实践能力 发展动力 要坚定不移 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不我待 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 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 做墙做大装备制造业 为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提供有力支撑 要坚定不移 促进改革开放 着力优环境 顺体质 激活力 持续深化五个合作 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坚定不移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生态保护 环境建设 生产制造 城市发展 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 持续厚持生态优势 加快建设生态强省 要坚定不移 推进共同富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真正把民生实事 办好 办实 办下去 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要坚定不移 抓好防汛救灾 加强对极端天气的预警防范 提高洪涝地质灾害防御 和应急抢险救援能力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坚定不移 全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 打造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 会议强调 全省公安机关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 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 新时代使命任务 纵深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努力创建更高质量的全国最安全省份 会议指出 要持续巩固深化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 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聚焦关键环节 严肃监督职绩 确保政法队伍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会议强调 各级党委党组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压实工作责任 抓紧 抓实 抓好 连结文化建设 确保干部清政 政府清廉 政治清明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第21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 食品博览交易会 8月18号正式开幕 今天下午 省委书记景俊海 专程前往长春农博园调研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 和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努力把长春农博会 办出水平 办出特色 朱立吉林正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 本届长春农博会 共推出品牌展销与设施装备 产业示范与科普教育 经贸论坛与赛事活动 三大板块 32项展示活动内容 吸引了众多客商市民 前来对接洽谈参观购物 在吉林省品牌农业馆 和国内名优产品 数次农业 供销特色农产品展厅 景志海详细了解 农业新技术应用 新模式推广 新产品研发等情况 与参展客商参观群众亲切交流 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农业技术合作 及时推广成熟技术模式 加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 为我省现代农业发展 插上科技翅膀 要着力强化优质农产品营销 切实擦亮叫响 及字号农业品牌 景志海在查看农机展区时 要求有关部门 抓好农机创新推广 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 信息化 智能化 景志海来到经济作物和畜牧业展区 强调要抓好品种选域 改进耕种技术 稳步提升粮食产量 坚决扛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要进一步完善肉牛养殖 加工全产业链 打造全国优质肉牛生产基地 和优质牛肉供应基地 调研中景志海强调 长春农博会 是我省农业发展 企业合作 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是全省农民的盛大节日 继续年年办好长春农博会 对于我们加快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意义重大 要突出优势特色 充分展示吉林 在推动现代农业建设 保护黑土地 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等方面 取得的新成绩 新进展 要突出科技创新 聚焦智能高端农机 种业振兴等重要领域 积极引入新技术 新模式 新装备 新品种 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公关 试点示范推广应用 努力把最新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要突出产业合作 围绕我省千亿斤粮食 千万头肉牛工程 和十大产业集群建设 积极搭建 线上线下 洽商平台 大力开展招商引资 招财引致 打造农产品 深加工和食品 细加工 万一级大产业 建成国家的 粮仓肉库 百姓的中央厨房 要突出安全半展 精准落实 常态化防控措施 严防发生聚集性疫情 张志军 李伟 韩福春参加调研 8月18号 省委书记景俊海 在长春会见 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张林 率领的 陕西省文联代表团一行 双方聚焦 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持续推进 集陕一家亲 走身走实 就共同挖掘地域文化 联合组织 重大主题文艺活动 携手创作文艺精品 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交流 阿东 李伟 参加会见 根据全国政协办公厅安排 8月 网上全国政协书院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 读书群 由吉林省政协牵头组织 举办三场专题讲座 8月17号晚上8点 全国政协委员 省政协主席江泽林 以学习贯彻 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 更好发挥人民政协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主题 做首场专题讲座 在讲座中 江泽林详细讲解了 条例的重要意义 及条例对人民政协 政治协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并围绕人民政协 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等内容 提出了思考和体会 江泽林指出 人民政协做好政治协商工作 必须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通过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使人民政协成为重要阵地 重要平台 重要渠道 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在戒严资政和凝聚共识上 双向发力 在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中 彰显民主价值 真正做到协商于民 协商为民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长春农博园三号馆是数字农业及国际农产品展厅 这里设置了251个国际标准展位 广泛邀请数字农业企业参展 围绕智慧农业与数字乡村建设 展示数字技术在农业全产业链中的应用与创新 下面就让本台记者带您去现场看一下 发展数字农业是本届长春农博会的主题之一 数字农业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和乡村治理 都带来哪些深刻的变化 那数字乡村又如何更好的赋能乡村振兴 和农业现代化发展 今天在长春农博园三号馆 记者左勤带您寻找答案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朵云 它叫极农云 过去扛锄头 现在看手机 一个个摇杆器紧盯着农作物的长势情况 像土壤的PH值 还有土壤的商情 全都显示在这个平台上 小姚苗什么时候喝水 手机说了算 过去埋头种地 现在看手机管地 这个极农云可真是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我们现在看到有一张图片 它显示的大概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农民专业合作社 指挥调度中心 这里边包括生产监管 厂区环境影像 然后产区环境的气候 作业监管 航空无人机影像 违星摇杆监测 土壤商情 土壤肥利 通过我们数字化的管理之后呢 能把它的进行规模化 数字化 智能化的升级和改造 在管理上 云材物上 整个全部进行数字化升级 应用我们的系统 然后让农民专业合作社 真正成为叫数字社 如今在吉林一根网线连接起城乡 数据成为了农民增收致富的好帮手 那传统农士和数字化改造连上音 会产生怎么样的大变化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吉牛云 通过这块大屏幕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整个牛圈的温度湿度 还有每一头牛的健康状况 都通过可视化的视频 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现在可以这么说 在我们吉林省养出一头 一吨重量的肉牛 根本就不是啥难事 乡村振兴啊 是涉及到防防面面 这些都需要我们 在乡村振兴过程当中 去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去实现 通过我们打造一体化的 数字化的服务平台 打造一体化的 数字赋能的底座来推动 从埋头种地到智慧农机 无人驾驶 从提栏叫卖到网销全国 数字经济带来的智慧农业 给农民们的务农方式 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物联网 大数据 云平台 等新技术手段 与传统农业的深度融合 让农民种地更轻松 增收制付更高效 更有准头 今天距离第17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开幕还有4天 8月18号 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 发布了官方宣传片 一头金鹿穿过光影之门 步入胶片之林 在长春市各大地标性建筑的缩影间 腾转跳跃 翱翔天际 最终在数条飞舞胶片的环绕中 化作金鹿奖奖杯 从1992年到2022年30年间 中国长春电影节 用光影语言讲述着命运与梦想 表达着不同视角下的变迁与发展 陪伴着无数影人成长逐梦 而以新时代 新摇篮 新力量 新作标为主题的 第17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即将再次启航 传承中国电影的摇篮精神 共化华语电影未来 今天各地开展多种活动 庆祝第五届中国医师节 今天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举办六小时网络公益直播 致敬医师节相约云疫诊 来自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第二医院中日联谊医院的 六名医学专家 做客网络直播间 在线回答网友们提出的问题 通过与患者互动的方式 度过医师节 白城市传染病医院 在市民广场组织开展了 医师节健康宣传 惠民疫诊活动 通过测血压 测血糖 中医现场理疗等方式 未近五百余名市民进行了疫诊 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工厂 学校 养老院 乡村进行宣传活动 接下来每天我们还要举办 疫诊活动服务于白城人民 今天通话市精神病院 以医新向党戳力奋进为主题 开展新医师法专题培训会 精神卫生科普工艺讲座 疑难病例分析讨论会 以及专家议诊咨询系列活动 庆入第五届中国医师节 白山市深度挖掘当地农产品资源 不断延长农产品加工销售的产业链 抓产业促就业稳增收 构建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 在白山市静雨县龙泉镇大北山村 一栋栋灵芝棚排列整齐 眼下正是灵芝出粉期 高秀虎一大早就来到棚里 开动机器收集灵芝豹子粉 高秀虎告诉记者 自己能摘掉贫困户的穷帽子 全靠着一朵朵吃灵芝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现在高秀虎带动村里 六个专业种植合作社 一起种植灵芝 还成立了加工公司 一个灵芝棚的收入 比之前单打独斗时 提高了两三万元 人多力量大 正好赶上乡村振兴这场列车 我准备就是把深加工这一块 纳入公司里头 把种植这一块放到合作社里头 我们大约这个灵芝的一四斤 就是比原先的基础 能提高四到五块钱 再一个跟企业准备签订合同 上周我们已经拍板了 老农夫这一块 高秀虎口中的老农夫 就是大北山村 自己打造的区域特色品牌 主要销售灵芝 蓝莓 大谷真子等农产品和加工产品 通过打造农产品销售品牌 大北山村统一了 全村农产品的标准 也打住了自己的知名度 现在村里围绕品牌 建起了79个加工厂 让家家户户 一年四季都有活干 今年大北山村 被国家正式列为 乡村振兴重点示范村 最近村里人 又研究起了直播带货 通过电商市场化经营 带动当地产业 进一步转型升级 包括咱们有了自己的电商 规范了咱们的物流体系 现在村民 结合自己的产业的优势 也在玩短视频 通过短视频带货 把自己的产品 产业往市场化推 山沟沟里的产品 卖到全国各地 乡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也吸引了更多人回乡创业 为了帮返乡创业人员 抛出直播带货的敲门砖 去年白山市建立了 第一书记直播基地 为全市各村镇 免费提供农产品销售直播间 我们那是形成一种流盟槛 我们来给大天平台 他们在我们来创业 近年开始 我们通过直播 也销售了农产品 大约在数百万吧 每年给村集体分红 五六十万 围绕乡村振兴 白山市建立足自身资源优势 帮助脱贫户 在房型屋后发展 人参 蓝莓 被母等种植业 实施扶贫产业项目 三百四十四个 累计产生收益 一万一千一百零五万元 刘亮是吉林省消防救援队伍中的一员 参加消防工作的二十年里 刘亮在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业中 挥洒青春 展现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风采与担当 这几天 刘亮刚刚结束了两期 全省激流水域救援技术培训班的培训工作 根据季节特点 就是训期的形式 会开展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发生水域和洪涝 再开以后能够快速 安全 高效地 将被困人员进行解救 这并不是刘亮第一次组织培训工作 多年来 刘亮多次带队参加全国大变舞 创新出20多种实战操法 在全省全面推广 他培养的骨干有46人 在全国比武竞赛中取得名次 18人荣立一等功 二等功 先后培养引领了队伍中120多人 成为标兵 特别的专严 只要有时间就在琢磨这个科目 在培训当中 把自己所掌握的这些技巧 能够言传声教 这两个培训班 也是我们历年来 所取得最好成果的两个培训 训练场上的刘亮 是人人称赞的金牌教练 实战工作中的他 更是一名长胜将军 参加消防工作的20年里 刘亮参加灭火救援行动 5400余次 成功营救预检群众470余名 先获荣立个人一等功三次 二等功四次 三等功七次 被授予第25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和中国消防忠诚卫士等荣誉称号 肯定会发挥这种传忙耐的作用 将自己所学 这个所感和在每一次 剧院当中记者的经验 传递给身边的战友 老兵孙七元94岁依然精神绝朔 他16岁参军 经历过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从军期间 荣立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三次 今天一同走进老兵孙七元 聆听他的英雄故事 孙七元1928年出生在江苏省 延城市涉阳县长荡乡三河村 1943年2月8号 在他16岁生日那天 光荣地加入了新四军 成为一名通信兵 从此随部队参加抗日战争 转战于山东 安徽 江苏等地 1946年6月 19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 一次次地完成了部队交给他的任务 他这个腿是解放战争的时候落下的 他当兵处内的时候 他们一共表兄弟起一个 现在就让他自己都在战争这种牺牲了 1949年 孙七元成为国家第一批坦克学校学员 1950年 在一次战斗中 他一个人就击毁了敌军的七辆坦克 孙七元时常和家人回忆起那段经历 惊险难忘的战斗 保家卫国的情怀 深深烙印在老人心里 讲了那个他战争时候的那些生活 然后讲他过去那个生活的那个苦 孩子们如果就是吃东西 用东西干啥浪费一点的 他就说了 他就说了 他就告诉说你又不能浪费呀 过去我们那时候怎么这么苦 怎么这么过来的 1954年6月 孙七元回到吉林省 磐石县陆军医院养病 身体恢复后 转业到地方工作 有学有出案的 上外 回看 总来照顾 如今孙七元依旧用自己的行动 影响着身边人 面对记者的镜头 老人穿上昔日的军装 胸前挂满军功章 眼里满是坚毅和满足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月19号 吉林省文联与陕西省文联 在长春签署 文艺事业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 两省文联将发挥各自优势 在共同挖掘地域文化 联合组织重大主题文艺活动 携手创作文艺精品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联合培养各梯队文艺人才等方面 开展合作 推动实现共育文艺人才 共兴集闪文化 共创文艺精品 近日随着搭载着汽车零部件 LED灯等货物的缠魂欧班列 从魂春铁路口岸出径 今年1至7月 缠魂欧班列累计开行达到25列 发送货物1467标箱 51800多吨 比去年全年分别增长 31.6%和23.2% 为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顺畅 魂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持续完善与连检单位的 大通关协调服务机制 压缩列车通关时间 提升通关效率 通话关东里文旅小镇一期项目 近日完成主体施工 预计今年10月份投入运行 该项目总投资35.6亿元 是我省东南部地区的重点文旅产业项目 通过深度挖掘通话文化和关东民俗 复原商业老字号和传统业态 打造通话新的文旅地标和高端城市会客厅 有效提高通话地区的文旅吸引力 今天的防疫提示来看 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出筛 阳性人员的报告和管理指南 严格口岸闭环管理 落实人货分离 分段运输 封闭管理防控措施 督促跨境运输企业实行甩挂 接驳调装等非接触式货物交接模式 对跨境货车司机全流成闭环管理 对入境人员停留区域 和所接触物品做好消毒 口岸高风险职业人员登记造册 人员固定 突出其做好个人防护 工作期间 工作人员要求集中住宿 闭环管理 点对点转运 隔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实施每日健康监测零报告 采取轮班制 轮班休息前或离开工作岗位前 需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并规范开展7天集中 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不参加聚集性活动 严格车辆和货物消毒 对载货工具外表面 货物装载外表面 装卸人员可能守接触部位 采取严格消毒措施 避免出现消毒死角 落实入境货物 批批检和消毒措施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8月18号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无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 8月18号0至24时 全省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一例 在长春市 8月18号0至24时 全省新增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一例 在长春市 该人员入境后 严格实施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管理措施 无省内自行活动轨迹 35集电视剧《新居》 今晚起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 该剧展现了冯小琴和顾清雨 这一对孤嫂微代表的上海市民 在生活泥沼中 孜孜不倦乐观拼搏的故事 这部剧不仅呈现了 人与人之间生活状态的差异 也将人们心中的温暖与善良 热忱与勇敢 无限放大 吉林卫视每晚播出两集 敬请收看 《好好学习》第206期 将于今天22点05分 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 2020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 总书记的到来 为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提供了根本遵循 指明了前进方向 注入了强大动力 如今两年多时间过去了 在吉林这片热土上 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本期好好学习 将待观众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共同倾听那份温暖的回响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眼下正是吉林湿地 草长应飞的好时节 从吉林东部长白山林区的 森林沼泽湿地 到中部以江河湖泊为主的 湖泊湿地 再到西部松花江嫩江流域的 内陆河流及平原沼泽湿地 吉林科学实施 湿地生态修复 系统开展 湿地监测和保护监管 湿地面积达到23万公顷 其中国家级湿地保护区8个 国家湿地公园23个 节目最后 共同来到列入 世界重要湿地名录的 上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欣赏 以你风光 新史之也保护区8个 hog的 成长 800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